我們還是要請我們的吳醫師 來幫盛主播來把把脈 來看看到底盛主播的賣相如何 好 我們來請吳醫師 謝謝 好 來 那我們看看舌頭 身長 身長 好 雖然您瘦 可是您還是有一點那個 旁邊的這個 就我們講說胆筋啊 乾肌症 因為可能你那時候開過道 這個問題的循環是不好的 下面再一寸左右 就是我們膽筋的那個 像它那個我們有膽汁啊 這個部分 有時候怕它這個部分有點那個 可以在這邊按摩一下 是 就羊鱗犬的地方 你看 這裡 它很好找 兩個骨頭 你看 摸到兩個骨頭 這個等邊三角形的這一塊 就是我們的羊鱗犬 可以加長一下 OK 對 有一個老闆送我一個拉筋雞 拉筋雞 拉筋雞 對 那你要慢慢來 不可以一下太快 對 不然這個部分還是要先 所以吳醫師 你來看看 因為剛才我們比較單見說 會不會它的這個 酒喝的這個時間比較長 那每天喝 對它的肝的負擔怎麼樣 因為好久沒做健檢了嘛 剛剛說它鐵胃 可是剛剛麥拔起來 剛剛 其實你的食道這個地方 有點擴張 有一點點胃酸比較多 是胃食道逆流嗎 不是那麼嚴重 但是要注意 但是如果繼續下去 你知道胃食道逆流 那個酸一直冒上來 一直刺激到我們這個食道的這個 有時候 這個有時候把我嚇住了 對 要小心點 這塊 對啊 您的心肺 心肺應該不錯吧 沒有很好 心肺耶 尤其是肺 還是要注意一下 肺啊 對 注意一下 比較虛一點 它有時候 比如說做一點比較 不是說 比如說爬樓梯 或者是做一點 對 那個小寶寶對不對運動 小寶寶 這個部分 但是主播 您平常有運動嗎 沒有啊 就跟你講 每天這樣已經運動很重 在浴室裡面 自己一個人亂運動 所以浴室那個算運動 它那個算運動 算運動 對啊 我就看它在裡面折騰半天 但是運動 所謂的運動是 還是要流點汗呢 有點流點汗的 你在浴室那會流汗 它很會流汗 它像常常睡覺一下起來 流生汗 所以它睡覺旁邊 都會擺一個毛巾 你看吧 如果那麼冷 我們都不會出汗 所以體質是比較... 剛剛那個不叫做流汗 那個是 運動後的流汗才叫... 就流汗 因為是心臟那個 那你說早上起來會流汗 那個叫我剛剛說的 所以你會發現 它一早起來 口乾都很 一定要喝個什麼 冰、果汁、冰的牛奶 你才會覺得舒服 所以您剛剛有胃熱 剛剛提到的 胃熱 就是胃酸、會上來 然後有口乾 然後麥拔起來 心肺的這個部分 稍微要注意一下 你知道心肺功能很重要的 因為剛剛麥拔起來 所以整體來說 心肺可能要注意一下 對 所以可以稍微 那肝目前還平衡 但是... 肝雖然是平衡 但是感覺這個肝血還是不夠 就很怕我們用來一個肝硬化 這個部分我是... 因為麥像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還有骨頭啦 骨頭稍微不行一點點 因為剛剛麥拔起來這個地方 這個... 應該是垮骨這個地方 有點給它鬆鬆的 注意一下 那聖太太有沒有什麼 特別要問的嗎 我啊 我就是覺得... 我們也來拔一下 蛤 我是拔左手還有什麼 對 左右都一樣 都可以 所以聖太太 妳平常有做一些運動嗎 我都沒有耶 也沒有 我喜歡走路 走路就算運動啦 我很喜歡走路 有太陽的話我就到處走 我可以走一兩個鐘頭 所以也願意曬太陽嘛對不對 我跟它不一樣 我不會窩在屋子裡面 一個人悶在那邊坐 對 因為像聖主播 因為男性大部分在六十五歲以後 男性荷爾蒙比較衰退 所以比較容易骨質疏鬆 再加上酒精量比較多 所以這部分真的要學一下聖太太 要曬太陽 每天曬十到十五分鐘的太陽 對 像冬天現在太陽比較少 是 天氣一好我就馬上出去 我剛剛以為妳叫我 每天喝十五都 來 手幫我看一下 OK 而且剛剛吳醫師說 聖主播肺不好 聖主播有講 他常會乾咳 所以還真的需要運動一下 常會乾咳 比較敏感 人啊 能活到這個年齡 而且這麼愉快 身體這麼好 我覺得已經很夠了 根本什麼都不怕了 很愉快了是不是 那是因為妳有一個好太太 因為明太太的 曾太太的這個麥拔起來 它的這個頭啊 緊啊 這邊的血管 很緊嗎 很緊 特別緊 那還有就是肝火也比較旺 你的肝火比它還旺 它是肝血不足 也是肝火旺 所以妳有時候會覺得 口肝啊 或者是有時候口苦啊 一點這樣子 還有有一點那個 開始有一點點骨質 開始 骨質疏鬆 因為它 我骨質疏鬆很厲害 對 這個腰這個地方還滿明顯的 比那個 比聖宮的還 又我喝咖啡 怪不得 比聖宮的這個部分 所以咖啡的話 一天可以喝幾杯 咖啡如果 沒有什麼特殊的問題 大概 那是極致 但是如果妳有一些特殊問題 睡不好 或說本身胃有問題 還是說心臟不好 像心跳太快 是 那種就不適合喝咖啡 都不會 那整體來說 給聖主播 或聖太太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建議 聖主播其實最重要 其實它有部分很不錯 因為它心情很愉快 但是酒精量 我建議要減 這點要注意 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到浴室 可能 才能夠伸展 對 才能伸展 如果不大的時候 就是注意幾件事 一個是滑倒 這大家記得要注意 第二個就是說 剛才吳醫師有提到 像大便不順 有時候 血壓會高 但是有一種是剛好相反 男性有時候 剛去尿完尿 那時候血壓突然會變低 那個都要小心 是 覺得自己說 並不會有什麼投音現象 再開始來做 好 那謝謝吳醫師 多謝 謝謝 吳醫師 你再請坐一下 我們繼續要進入 我們的健康問診室 這個健康問診室的這一個 56歲來自於羅東的 許清斌先生 他的問題是 他每天沒事會貪杯 喝幾杯 他說老婆拿他也沒辦法 但他的小孩子 擔心他喝酒會出問題 拿了一篇網路文章給他看 他想請教一下 專家到底對不對 他說呢 這個文章裡頭寫的 喝酒配柿子會昏倒 喝醉不能 喝酒配的小菜 最好有 酒菜 蔥 蒜 豆干 豬干 因為還有豐富的維他命B群 那請問 多吃這些東西 或不能夠配那些東西 是不是是真的 那請問一下 專家到底怎麼看 我分段 第一段 那傳說已久 柿子跟酒是不行的 就是農民歷後面是這樣寫的 是 沒錯 可是在醫學上 目前沒有找到很多根據 你只能找到新聞 那酒有什麼是 最好不要跟它配在一起 沒有酒 像剛才第二個問題 茶 這樣不適合 喝醉不能喝茶 其實不是說茶不行 這兩個 利尿效果都太強 所以可能會有脫水那方面的問題 第二個 兩個都對胃不好 所以不建議這兩個東西 是 可能在喝茶的這範圍 不要選那種高那種濃度的茶點 淡淡的茶 可能喝一般茶 乾脆茶 對 或者是一種水果茶 利用這個水分的代謝 讓它 它可能就是 因為它會解酒 對 所以很多人他是在喝了酒 會喝很多的濃茶 可是這個 長期這樣下來 你就會發 你的胃就會開始 這個黏膜會變薄 所以盛主播喝酒的時候 我不吃柿子 那你喝酒配的小菜是 花生 花生 花生就可以 辣椒菜 辣椒 瓜子 等它灌一灌別的堅果也行 我跟妳講他吃東西 他不吃這些 那你也沒辦法 吃花生而已 核桃 堅果 有各種各樣的堅果 而且你那個柿子的話 其實柿子跟 柿子它其實沒醉 可是因為它跟酒在一起的話 柿子其實是什麼 偏寒 然後一個偏寒的或者是 因為它有時候會產生我們說的 那個柿的那個 會有一種結實的這個部分 然後在我們的胃裡面 然後跟那個酒在一起 是會產生一些化學變化 造成我們胃的這個容易受傷 或者不舒服 對 那第三點 就是說 那位觀眾寫那一東西 可不可以跟什麼豆干 蒜 蔥 都想吃喝酒 沒有 其實我要講的是說 酒喝多了會缺維他命B1 所以他其實提到說 要補充那個營養素 不見得要邊喝酒邊吃那個 而是你平常就要吃的食物裡面 要含有維他命B1 對 OK 好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謝盛主播 還有剩下來到我們節目 那也讓我們都比較了解了 兩位的一個生活作息 還有這個飲食習慣 健康狀況 那當然也謝謝兩位專家 給今天的兩位大來賓的意見 那我們希望這個盛主播 盛太太永遠健康美麗 然後能夠帶給我們更多的 歡樂跟這個正面的力量 好不好 謝謝兩位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